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新加坡碳税上调引发的争议 冒公布与永续发展与环境部之间的意见分歧 以及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新考虑 接下来南京大学的科学家在延长寿命的研究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他们发现年轻血液中的小细胞外囊炮 Ice First具有显著的抗衰老能力 最后我们将讨论德国前预党主席 比蒂科菲尔指控德国政府多年来 对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视而不见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新加坡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这个亚洲小岛国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 成为亚洲首个征收碳税的国家 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痛苦 确实新加坡迈向最迟在2050年达到 净零排放目标的必经之路 联合早报 贸工部长严金勇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一次 炉边谈话中强调了这一点 他指出尽管碳税上调让贸工部不开心 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必须坚持下去 严金勇的言论揭示了新加坡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他还提到新加坡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上的重新审视 特别是对数据中心的态度 由于缺乏足够的电力支持 新加坡不再是数据中心的理想地点 严金勇建议将数据中心设在邻近的马来西亚柔福 或印度尼西亚巴弹岛 以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同一场合 严金勇也谈到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他认为竞争不是最令人担忧的 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他提倡中美双方增加对话和接触 以减少误解和误读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严金勇此次防美讨论的重点之一 联合早报道道 今年标志着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签订20周年 严金勇强调了在当前条件下 两国需要开发新的合作模式和令企业受益的新方法 除了政策和国际关系 新加坡的金融市场也显示出对未来的谨慎乐观 新加坡储蓄债券的利率上升 反映了市场对通胀走向的关注 分析师指出 未来利率和市场的关键因素将是通胀的走向 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对利率的态度也将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在另一个大洋彼岸卑视大学的新画廊展示了早期中国移民及淘金者在加拿大卑视省的生活 这个展览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也是对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的纪念 从蒋北福医生捐赠的六万五千多件藏品 到Phil Lin的淘金热收藏 这些展品让访客能够从日常场景中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生动更具共鸣的历史是假 无论这是新加坡对抗气候变化的决心 还是在加拿大卑视省展示的早期中国移民的历史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人类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国家政策的制定 还是在个人历史的记录中 前进的道路虽然可能充满挑战 但继续前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在南京大学的实验室内科学家们正治愈于解开人类延长寿命的秘密 据东方日报报道 这项研究的成果令人振奋 发现年轻学约中的小细胞外囊炮aseversus 不仅能写助延长寿命 还能恢复整体生理功能及逆转与年龄相关的老化能力 而且这一切并不具毒性豁免亦然性 通过向老年雄性老鼠注射年轻的 Lessieverse研究团队成功将这些老鼠的中卫寿命延长制一 31天其中最长寿的老鼠 甚至存活了一266天相当于人类的120至130岁 这一发现不仅为抗衰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也为人类追求更长寿命的梦想 增添了一丝希望 而在德国政治和网络安全的问题正在引发关注 据德国之声德国绿党前主席比蒂科菲尔揭露 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隐瞒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事件 比蒂科菲尔本人就是这些袭击的受害者之一 他指出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在2020就丧德国相关部门提供了德国议员遭到黑客袭击的情报 德国情报部门却并没有向当事人转达这一期计 这种对中国间谍行为的忽视以及对受害者信息的隐瞒 引发了公众对安全和透明度的担忧 另一方面在英国 肯兴顿公布了夏洛特公主九岁生日的纪念照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星导日报报道 这张由凯特王妃亲自拍摄的照片 保证没有修图 展现了夏洛特公主朝气同伯的一念 凯特王妃近期因患癌症而接受治疗 他的坚强和透明的态度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夏洛特公主的生日照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庆祝 也成为了英国王室在公众面前展现亲和力和人性化的机会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科学进步 政治敏感性和文化关注点之间的交织 南京大学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的潜力 而德国的网络安全事件则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复杂性 英国王室的动态 尤其是关于夏洛特公主的生日庆祝 又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温馨 展示了即使在公众人物的生活中 也有这些简单的幸福时刻 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而多彩的面貌 提醒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 政治正义和文化价值时 需要保持警惕和同情心 在这个炎热的夏日 纽约州给予了居民一丝良爽的希望 4 纽约州的家庭能源援助计划 HEP现在提供一项冷却援助计划 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纽约人购买空调或风扇 这项计划允许申请人获得高达800美元的补贴 用于购买并安装窗室或便携式空调或者是风扇 对于那些需要替换壁挂式空调的用户 最高可获得1000美元的补助 纽约州临时和残疾人援助办公室的代理负责人 Barbara C 天强调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纽约人在夏季能够保持凉爽 鼓励所有可能符合资格的人尽快申请 以便在最炎热的天气到来之前完成空调的安装 同时科技界也在不断进步提供给用户更加便捷的服务 中央社报道 Dougal 宣布其 Gemini应用程式与扩充功能 建议支持繁体中门 使得使用者能够通过文字与因或添加图片的方式 提出问题并寻求解答 这一进步不仅提高了用户体验 也标志着i助理的重要一步 能够通过对话和支持多模态交互 为用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这种技术的进步 无疑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 在国际汽车市场上 德国之声报道了德国本土汽车制造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比亚迪电动车虽然在欧洲的销售表现不佳 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 文章指出比亚迪在中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表现又于上年 这对德国厂商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压力 德国消费者对汽车价格的敏感性意味着 一旦中国厂商卢比亚迪开始在德国推出低价的入门级电动汽车 其销量可能会快速上升 给德国本土厂商带来巨大的压力 德国汽车产业被建议尽快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 另一方面日报关注了德国太阳能产业面临的挑战 随着马尔布尔格索老厂太阳能厂商纷纷关闭德国境内的工厂 德国在能源政策上的依赖性问题再次被提到了议程上 中国政府对本国太阳能产业的补贴 短期内为德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 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增加对中国的依赖性 文章强调德国政府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支持本土厂商与中国厂商展开宫廷竞争 以确保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 避免重蹈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覆辙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技术进步 政策支持和国际竞争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 无论是为纽约居民提供夏季降温的补助计划还是科技公司推出的新技术 亦或是国际汽车市场和太阳能产业的竞争都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科技进步政策和国际合作与竞争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德国政坛一场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引发的风波 正在选项党内部掀起波兰 德国之声报道 选项党欧洲议员克拉·马斯·米利·恩·克拉面临着前助手Giyang Giyangji 自2019年起担任克拉的紧密助手 直到今年4月22日 在德类斯队因涉嫌为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捕 检查部门对他的指控包括向中国情报部门提供欧洲议会谈判的信息 及监视在德国的中国异见人士 克拉对此事的回应是断然的 他要求Giyangji 主动退出党派否则将面临被开除的命运 世界报引述克拉的话说他对Giyangji 的非法行为毫不知情 尽管知道Giyangji 与台湾代表处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反对派人士有联系 但并未察觉到现在所公布的程度 克拉还提到自己曾与Giyangji 两次访问中国期间还会见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官员 该机构被德国安全部门视为情报部门 此外克拉还面临着另一层压力 据报道还应可能收受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资金 而受到检查部门的前期调查 尽管如此距离欧洲议会选举仅剩四周 克拉仍计划于5月11日 在慕尼黑附近的泰庚湖参加一次选战活动 选项党主席克鲁帕拉 这种以音乐点亮人生的氛围 游客们表示在人山人海中才能真正体会到 为首歌激发的内心真实情感 而在韩国一场由悲剧引发的政治行动正在进行中 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 郡报报道南韩首尔娱乐区 尼泰院在2020年29月发生了致命的推击事故 造成159人死亡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博弈后 国会终于通过了尼泰院惨案特别法案 决定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这次惨剧 尽管面临着总统尹熙悦的否决 朝野两党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 展现了政治上的妥协和合作 不同地域的新闻事件 无论是德国的政治风波 兰州黄河畔的音乐路演 还是韩国离泰院惨案的法案通过 都反映了社会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的不同应对方式 无论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还是通过音乐和文化活动来提升社会的凝聚力 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见证 在一个世界充斥着充斥着冲突 经济波动和文化丰富多彩的故事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演员入胜的报道 从加萨走廊的重建 到全球股市的涨跌 再到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逝世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人类面对挑战的任性 还揭示了我们共同的希望 梦想和恐惧 中央社报道了联合国关于加萨住宅重建工作的最新情况 指出这项任务可能需要长达八零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项报道揭露了冲突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毁灭性影响 以及重建过程中的巨大挑战 加萨的景象被比作月球表面 让人不禁感叹于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力量 而在经济领域 联合早报提供了亚太和本地股市的最新动态 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长时间保持高利益的担忧 导致股市涨跌不一 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和投资者都在努力寻找稳定和增长的机会 在文化领域 同样是联合早报报道了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逝世 奥斯特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 和对纽约大都会的深刻描绘而著名 他的作品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的荒诞性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这些故事虽然领域不同却相互交织 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挑战 但也不乏希望的世界 从加萨的重建到全球股市的波动 再到文化领域的丧枝 我们看到了人类不断努力克服困难 追求进步的精神 保罗奥斯特的作品 尤其是他对纽约的描绘 以及他在文学上的贡献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世界的方式 也让我们认识到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人类的创造力和韧性 仍然能够引导我们找到光明 这些报道虽然来自不同的媒体 却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灭景 以及在面对挑战时 人类共同的希望和梦想 无论是重建家园 应对经济波动 还是通过文化和艺术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一部分 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和韧性仍然存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建议 以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